HELLO 大家好 我是保杰 最近我的车子有凹痕修复的需求 所以我就找我的朋友去做凹痕修复 如果你的车子上面的烤漆没有受损很严重 甚至没有受损只是有凹痕久窝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反而会建议你不一定要回原厂去烤漆 反而是可以实施做凹痕修复 凹痕修复其实是一个美国历史很久的一个技术 透过这一集的内容我想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凹痕修复 影片内容有点长 蛮值得把它看完的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咯 好我们先聊说像车子啊 省台车板金啊 因为很多有主结构跟非主结构 就是可以自换的 像门板可以换 前夜子打可以换 保险桿或尾箱可以换嘛 那我想要了解以消费者来讲 你会想知道是说哪些地方我们从车头来讲的话 引擎盖可以修吗 引擎盖可以修 而且引擎盖好修对不对 因为它打开就看得到里面了 不一定 它有时候有钢梁挡住啊 里面有很多是钢梁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到园修复的啊 就是以前我的弟弟他在跑玻璃的时候 跌倒 直接手都溃下去 直接猫下去了 你知道 直接走急 直接走急 然后小徒就帮我去找阿文修复 就找到阿文踏 然后我就叫客人说好 结果我陪你 然后客户修复之后跟我说看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猫很深 你知道 一台好像福斯的车子 对 帕萨 你还有一架 帕萨五门的 对对对 超对的那个客户很不好意思 所以那时候还好阿文有帮我处理 所以其实引擎盖没有问题 但引擎盖现在很多进口车 都是铝合金板件 尤其是双P 那铝合金板件可以修 也可以修 但是恢复的程度 会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工时会再增加 你知道他每次讲这句话 我都不想相信他 这一点我真的要吐槽 他真的很急车 他说 我觉得大概只能做这样子 就只能这样子了 然后看 没有啊 我看不到哪里不好啊 我们就是尽量做人谦虚 是人的谦虚啦 尽力做好就好 还有一点问题 之前我有一个客户 他好像是开BMW来找你 他有反映一件事情是说 他觉得还可以再更好 所以你后面有再把它弄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认知落差 有时候在修的时候 有些很多角度的会去看 但是有的凹痕如果挤得太深之后 它的金属料就延展 延展之后我们在修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个角度 或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没有 但你可能换一个角度看 它会有一点点痕迹这样 就像我们的伤口受伤了之后 它缝过之后 欸 我不讲你看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它在这里 我很认真的一直硬要找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 我懂你意思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它在那里了 对 所以你会一直使命的想把它找出来 钱包杆勒 之前有看过有一个 就是有人冒进去 然后什么淋热水 或拿那个通马桶的 是可以喔 那你会帮客人做这个吗 我会加热之后 让它软一点之后 我再从里面用凹痕修复的方式 慢慢的把它细修 那真的有办法修复喔 这个是塑胶的 塑胶因为不像金属 可以做到定型 做到那么好的定型 所以塑胶做完之后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浪 但大面积的状况 可以让它都舒容 大概恢复个八九层 那叶子板呢 全部都可以吗 叶子板几乎都可以 其实整台车的所有板金都可以修 唯一呢就是这种边缘 所有的边缘 只要太大力太严重 边缘就不能修 主要 所以你说几乎都可以修 那是边缘 中空的地方几乎都是可以修 然后门板也可以 门板也可以 门板啊 我之前听过说 其实做奥远修复是不是有风险 因为你们进去的时候 不会拆里面的内门板 你们会从波椅这边进去吗 所以你们的风险 最大是来自一顺 这是其中之一啦 像玻璃现在比较新的车 它会做双层焦合玻璃 它中间打焦 两片很薄的玻璃 那我们通常会放一个保物板 然后再让工具进去 里面把它推回来 但是你工具进去 加上保物板的厚度 它已经满厚了 你再用力一顶 玻璃就破了 尤其是那种双层焦合玻璃一片 都是一万块钱 那你们在做奥远修复 人家以为你包饮 但其实你有没有输的时候 比如说遇到考过的考期 对 会输吗 会有这个风险 但是我们以经验下去做操作的时候 就尽量去判断它是不是元漆 它有没有融结过 就是你比如说用火候银去量 先量一下 先量它的厚度 然后有风险 我们就先让客人知道 那如果今天考过的话 我还是可以修吧 如果坚持 还是可以修 但是如果坏了就是风险致负 对 风险致负 但是你有遇过就是 它考过漆然后修OK的吧 有啊 当然有 那有遇过它考过漆修 就裂开了 有 那是因为它可能 那边有补过图 补过图太厚了 补太厚了 然后刚好它的凹痕位置 对 那客服就没有给你阿丁了吧 因为我们有先跟他讲 它能够接手 那这样很好 因为这边是专业 如果有些不专业的 人家讲我把你修OK 就修坏了 客人就说 这样子 所以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 是的 那这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难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 对 这个地方 它算主要结构 然后你把那一桩拆掉之后 它里面至少包了三层铁板在里面 这个叫什么 C柱 C柱 三层铁板 然后它如果是一般的小酒窝 然后还可以修坏 严重一点也有机会 但是如果撞到很实脚的 脚很深的 锐脚的 那个修完就不那么完整 但是会回到几层 七层 大概七层 跟他讲说这个大概只能回不到七层 你愿不愿意修 是好 我不确定要不然保证很完美 这样子 会这样讲 所以只有在很特别的角度 因为我知道你阿伦修复的时候 除了推跟敲之外 你按一个光是拉 所以这个一样是用拉的 对 屋顶也可以 屋顶里面就大部分都中空的 除非有天窗 可是我好奇一件事情 像前面叶子板 你会不会在修这个时候要拆大的 有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奥痕天 就是要拆大的 那修屋顶不就是要拆屋顶 对没错 可是拆屋顶很大工程 我们可以只拆一小角 如果不严重的话 但如果真的很严重 我们会请专门在做内装的师傅 来现场帮忙 不然你这样一半的工钱都在拆它 对不对 所以你会跟客户说 我有很多的钱是在拆它 对 那修它就会比修下面贵 对 就会多了一个拆床工资 基本都三千块起跳 光拆那个天蓬 屋顶的几率高吗 不高 在台湾的屋顶几率比较小 国外因为有冰爆的关系 所以很多车都中冰爆 哦 只要能拆都可以修 只要我能够摸得到它 工具碰得到它 里面的结构 原则上的几乎都可以修 然后厚尾箱也可以 厚尾箱也可以 然后厚尾箱也可以 然后厚尾箱也可以 那我想应该大家都可以清楚的明白说 反正只要能拆的就能修 对 能碰到的就能修 反正我们今天在做奥恩修复 就像板机一样 我们最大的目的是整屏 对 那我们在做整屏的过程之中 我们想要顺便了解一下 推出来 敲平跟拉 就是推敲拉 这三个 就是这些工具吗 对就是这些工具 先大概聊一下 这比较基本的工具 还有一些拉的工具 太多桌子摆不掉 这锤子 一般的塑膠锤 就是你把它顶出来之后把它敲平 对然后把它敲平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敲平 但是它是更细节 所以它的锤子是比较脆的塑胶 这里是软锤 可以伸长的地方 锤子很多种 然后我们在敲的时候的钉子也很多种 然后这个头都是可以替换的 工具头都是可以替换的 工具头都是可以替换的 为什么还要替换成这么多的 因为有时候你修的凹痕 中间的中心点很深啊 你不能一开始就拿最尖的去顶它 你就会造成漆面一点一点的凸起 那那个凹痕可能就失败了 还会失败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画画一样 先架构 把整个面先做出来的话 就会先用比较顿的头下去做施工 顶跟敲都一样 那我提外的话是说 你有遇过就是同行做失败的跑来找你旧的 有啊 原则上会难度又更增加 因为本来这个金属撞击到已经延展过一次了 那它在推的时候又增加它新的延展 又要再去收它多的延展 它会疲劳吗 对它就金属就会更疲劳 所以它会有没有可能会裂开或什么之类的 还是漆 漆有可能会裂开 但是板金是没有遇到真的会裂开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找到 对的人就好 正确的 正确的人 已经做过很多人才知道说 这个东西能修还是不能修 对的确 一开始要跟客人沟通清楚 我好奇的是说像这个板子 你们后面会去敲 看为什么它是这种宽状 而不是像我们用胶水 就只用胶油敲就好了 好这个这蛮有趣的是 如果我常常用这个敲的 要是没有敲准 或者疲劳一点会敲到自己的手 是 宽一点比较不会 对然后它这上面有黏这个牛皮 它的阻力也比较大 它敲集下去的那个感觉跟面积 是不同的 而且你会有手感回馈 对我手感回馈 它会这样传到你手 对我会知道我现在力量 到底用多少 下一次敲的时候 我要用多少力量 你这样真的很有那种工匠 像木工一样 你在找东西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这些是什么 这个就是 譬如现在有凹陷了 我们刚介绍顶的部分 这是敲的部分 然后现在这是顶的部分 这是顶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看到凹陷就要 必须平均的去把它顶出来 我有看你的影片是说 你不能直接从核心中心点开 对不能 就直接这样出来就不错 因为你从中心点出来的时候 它最深跟延展最严重的 就在中心中间 你必须从旁边去释放它之后 再慢慢从中间一点一点拉上 不能一次从中间 很像是在整骨一样 我要先把筋先弄松 弄松之后 我才可以去整那个骨 对没错 不然你筋是紧的 然后硬去弄的时候 你讲得很正确 但是这个是新手他不知道的 搞不好他就觉得 我就把它从里面递出 因为我们一开始新手在练习的时候 都是做比较浅的小奥痕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奥痕 我抓到点我就开始一直顶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一直想解决问题 我自想解决问题 但是他没有遇到说 如果真的很深的点 我用同样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花更多心思 把着力点不要放在正中间 就先从旁边开始 对 从旁边开始 然后但最后还是会回到 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最中间 但是慢慢慢慢秋秋秋秋秋秋 然后再推回来这样子 对 渐进式的 对 渐进式的 然后推回来之后 可是我不懂是一边推回来的 为什么你们还要敲平 因为会推过头 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多推过头一点点 就像这个板筋在平面的时候 它是一直线 凹线之后凹下去 我推平它之后 它会有点像波浪的状况 那这波浪有些高点有些低点 我为了要让它做到平均 我就必须敲敲 推推 敲敲 推推 做出它的平均 所以你说不是说我推完 全部推完 我再一次敲 不是 推 敲 推了又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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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不会有人说 特别会跟你说 不就修个凹线你需要多久 啊这么小 但是其实我这样听你讲完 其实蛮费工的 是的 这个东西小小的 可是要把它弄回来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 是啊 尤其是因为又再深一点的凹线 而且在凹线修不是一个非破坏式的 嗯 不完全破坏你的结构 去把它推回来 对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财势 哈哈哈哈 对我觉得 而且有风险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支影片 我也想要让大家了解说 原来你们做了哪些事 那大概就工具都是这样 啊拉勒 我觉得今天你没有跟我讲要拉 喔拉的部分 啊这个就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啊 很容易上网买到一个就是 用拉的揪板机 对 像这个锤子就从国外订的喔 它就是可以让你改变它的配重 嗯 所以你就可以选择 欸我要拉比较严重 然后比较轻的奥盒 那我们一般啊 会啊 会用一种特殊的热熔 跟热熔胶 像这里 这种热熔胶 然后呢 挤一点胶 在这种拉扣上面 挤上去 然后去吸住它 黏上去之后 然后用那个拉锤把它拉出来 用这个拉锤把它拉出来 喔你们是用敲的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有些是 它两边这样压的之后 它这样 喔也有用夹的 也有用夹的 所以基本上 一样的原理啦 都是一样的原理 因为我觉得市售啊 我之前啊曾经 想要帮客人做奥远 学会简单的 然后我有上我去买 说他们DIY的套件 结果就很凄惨 就没有那个作用 我就是拉它就 跳出来 欸奥远还是在啊 原因是什么啊 我告诉你 因为当下你可能有打蜡 或者有做镀膜 它上面的密度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胶 它没有办法完全抓住你的气面 完全抓住 所以你当下如果拿个出蜡 稍微推一下 然后去之油擦一下 胶就黏得很紧 非常紧 但到时候你又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很紧你弄不下来 你拔不下来 所以 那就要特殊的溶剂把它融掉 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想说只有硬拔 对 而且我发现到一个点是说 他们用的那个胶啊 跟你的胶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个是有一点点颜色的 对 透明的那个一般就是在做工艺品 小工艺品啊 小手什么的 那个家政客 所以它的工业的性质不够强 对不一样它的黏度不够强 不够强 那你这个是更强的 这个更强 它有分好几种颜色 所以那一次修啊 那时候我就叫人来帮忙 那一修就好了 我说靠一样的工具 但是它的工具更专业 你知道吗 真的还是要找专业的 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来 我觉得透过这件事情 你顺便帮它解惑就是说 网络上麦点都熬成修复的 你可以玩玩看 但是多半最后你还是找 专业的会比较安全 因为它这样子玩会有风险 比如说它这样 如果今天这一块漆有烤过漆 然后补土又补的不是很完整 那它在拉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有拖漆的风险 就整块漆就下来 所以这是拉的工具 所以刚刚这个是敲 然后这个是推 对拉 刚刚我们讲没错 就是敲催拉这三种 对 这是你们的组 最基础的维修方式 好 那现在有新出一些电磁坡啦 诶 那如果我问你说 你之前有去参加那个展 它有一种是加热之后 用吸的把它拉起来 呃是那个啦 是电磁坡加热让它弹回来 要把它弹回来 瞬间加热 可以让你们看一下 你后来有买吧 有买啊 你不是说那个东西 你觉得好像有风险 还是跟它拼了 还是跟它拼了 我以为是它会把它吸起来 不是 它是用热把它弹回来 它是 如果它不是很深的凹痕 它可以瞬间加热到两三百度 甚至四百度 但是有可能漆的颜色会变色 所以那个温度要拿捏得很好 所以它是辅助 用它之后 我在用传统工具在修的时候 会加快我的速度 细节度也会增加 细节度会增加 细节度会增加很多 因为你加热之后它会软一点 软一点之后 我在修的时候我会更好 好像是说我们先把金属 先弄软的 先弄松了 这时候我再来弄 所以之前你没有它的时候 你就是冷处理 但是你现在变得热处理 那你就会变得轻松一点的 而且细腻度会提高 如果你一直把它当作 我就要靠它修 那你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可是如果它可以来当作辅助的话 它其实是好的 没错 我就是看了很多的介绍影片 跟以前同学他们说 这个东西用起来还不错 那我后来就请 所以你现在跟美国的同学 还有在联络 偶尔啦 他们也是在从事这行 也是从事这行 这个跟以前 我们的技职学校都不一样 以前技职学校 一百个学生 大概只有一个 会真的去剪头吧 但是他们那班 是真的全部都会去剪头 因为都花钱学了 对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 以后要学技术 你要先花钱 你就会专心的学 就会有一个理念 技职学下来也要花钱了 不会花你自己 对啦 花爸妈的钱啦 以后叫学生自己付学费 他就会认真了 他就会认真了 而且告诉以后 靠这只想吃饭 可以赚钱 不成功变成人 硬的头皮也要做 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露了一个点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讲 就是 你说你每次在修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你都要转洞 Why? 比如说 有的时候是 它里面是中空的 但是呢 它的周遭的金属都包住了 我摸不到这个凹痕 我有可能就需要转洞 那你怎么要判断这个地方 就 比如说像有的车 有的车它的后叶子板 几乎啦 所有的车的后叶子板 都是双层封闭式板 对 那有的内装拆掉之后 我摸得到它 我就可以从里面进去修 是 但如果内装拆掉里面 还是阻挡的 包得很紧 那我就可能必须选择 要开动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会尽量选在 看不到的地方开动 比如说内柜板拆掉的内侧 那通常耗发鱼在哪个部位 后叶 后叶 比较容易在后叶 那其他就还好 其他还好 这大部分都耗发在后叶 前叶都单程了 所以那时候你跟我讲说 后叶如果是遇到这种 摸不到板筋的情况下 你从下面洗一个小洞 就是直接钻一个小洞上去 像一个维修孔一样 像内似镜手术这样 就是有点像人家微创手术 不像是我直接直接剖开 我直接这样子修 我从那边开一个小洞 然后伸个东西进去里面 做微创手术 而且术后恢复家 当天即可上班 是 没错 因为它直接塞一个防水塞 但是不是每个客人都可以接受这样 当然 因为你刚才跟我讲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那你这样破坏我本体 当时我要找凹痕 我就想要就是 以一个低破坏的方式 去修复我的车 是啊 你这样子的话 通常大家会接受吗 不一定 其实有的客人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今天我们开孔的地方 不是在主要结构 就是就像我房子装潢 我敲墙OK 但你敲大梁 钻大梁就有问题 对 那就要看每个客人的接受程度 但是我当然我尽可能的 不要去钻这个洞 但如果真的没办法了 它颜色又很特殊 那客人就要衡量说 色差跟钻洞 你接受哪一个 而且原厂呢 通常后叶子板 它有预留好几个孔 可以伸进去 这个点你还不知道 没有拆下来也不知道 都预留这些孔 我一开始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些预留孔 它里面一颗螺丝都没有 它里面一颗螺丝都没有 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它主要的用意是 车子卖到很多国家 日夜温差很大 它要让金属有延展的空间 所以它做了很多预留孔 让它如果热的时候 它可以有空间有空间 对可以原始 对 刚好可以蹭着 从这个地方洞进去里面修 除非连这个孔 我都摸不到了 我才会钻一个孔 那一般客人看到说 原厂都那么多孔了 而且那个孔都三到五公分 那么大 你只是帮我开个0.8公分 有的客人是可以接受的 换位思考啦 本来就已经有洞了 我再帮你开个小洞 而且我会帮你做防水塞 防袖然后防水塞 其实它很细极 它还在做防袖 它不是钻完之后 我就防茄塞的塞都开完了 对 国外因为比较干燥 所以外国人他们就装完 就直接塞上去 但我知道台湾很潮湿 所以我会多打一个防水膠 再做完防袖 这个烤到200度以上 我才把塞子塞上去 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像包膜一样 你知道美国的祭司来台湾包膜 看到我们台湾祭司 他觉得我们台湾超降薪的 对 因为你说老美他们收备很高 其实你说它很用心吗 其实它蛮free 对 有一点free的 反而是我们亚洲人 学回来之后 因为我们亚洲的客户很刁砖 不是说它很刁民啦 但是就是比较刁砖啦 所以会把我们训练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是被客户训练出来 所以很细腻 很细腻 老美看到了 如果说移民 像你之前说建架这样 那像开会有什么话 你会去看到东西 知道吗 或是客户的建架 因为一般我们在建架的时候 我们不会拆到内归房 对啊 所以看不到就有 你问错人了 他以前就是建架的 所以他知道怎么开 看不到你知道吧 我看了我问他就是 你也可以跟客户讲 我跟你讲 我刚刚听完 有个很大的结论 很多凹痕根本打不够凹痕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懂得修这个凹痕 他只学会这个点 可是他不懂的是说 另外一个层面是 中午上怎么估这台车 所以他是 里外他都通杀的 那就像你是洗车 可是你懂洗车 我懂修车 我以前是修车出身的 所以我去做洗车 比一般的洗车 更懂 更强啊 你可以拆轮框 他们没办法拆 我洗银子跟吃饭一样 他们不敢洗啊 第二专场 可以这么说 但是需要有一个 走过一个远景的路 去趁这个你最后想要做的路 是啊 付加价值 所以才会那么巧 大概 讲解一下 对讲解一下 原厂他们通常的做法是什么 然后跟你们的做法是什么 你们做法刚刚已经讲过 那应该可以补充一下 原厂的话 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去做 软件的 原厂基本上 我可以 阿文可以补充是说 他一定是破坏式的 比如说你这边猫了 他一定先把这个漆刮住 刮住之后 因为他是进出板件 裸铁 这时候呢 你做电汗或者是做拉的动作 慢慢慢慢把它拉回来 拉平 但是他一定会先把这块漆破坏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无破坏式的 对 所以就是他跟奥本最大的差异 就是 他反正他接下来就要烤鸡了 所以他破坏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这个奥本 他就是超进去 他不用烤鸡 但是我只要进原厂 基本上他们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会用这个方式 一定要这个方式 对啊 你加个重点 修复原厂为什么不采用这件事情 其实在国外原厂 有的原厂是有配这样的技师 但是台湾就没有把这个技术带回台湾 因为 我自己猜啦 应该是我们做这个营业额 可能没有办法 像换板件啊 或大壮啊 来得 而且轻松 再来是效率 再来是效率 其实我觉得原厂是很重视效率的 所以今天你出保险干嘛的 每天这么多车弄 怎么可能叫师傅一个 替那边慢慢弄 那如果说他们 基本上都是用拉的 他们不会用直接敲 也是会 其实我们的原理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可以不破坏到漆 但原厂的做法是必须要破坏到漆 最主要是在 怎么把这个凹痕弄出来的时候 是用 像我们是用热胶把它拉出来 那原厂是用点焊的把它拉出来 对 那原厂是用点焊的把它拉出来 点焊或者是做出一个 因为是钩子 然后让你可以拉拉拉拉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它可以做破坏的时候 它可以做好多事情 嗯 本来是说他们 而且它会选择用破坏 应该比较快 比较快 而且它可以更粗鲁 就是它可以更豪迈的去拉它 就是它只要停开一个 就很很很稳 就是它那拉的 力量拉的很大 而且它敲的那个锤子可以 这样子很大力的敲 就是它一种敲 肆无忌惮的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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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可是奥伦修复我看到的是说 他们真的是很细心 在呵护这个受伤的地方 什么办法把它救回来 可是这个微弱的生命 它不可以伤到 周遭的心 跟原本的心 就是医生常讲就是说 我考量到这台车子的生命质量 我要怎么样 让它术后恢复加 但是又没有副作用 的去修复这个问题 对 切除这个种子 这才是当医生难的地方 如果我不怕这个病人死 那这医生当然很敢开刀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死了 我就帮你复活 我还不管你了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复活的能力 你知道吗 它等于它房子重盖 拆掉重盖 但是拆掉重盖 但是我们走优心的是 原厂的烤鞋其实相对是扎实 后面再怎么烤 还是很难够记及 所以一般像你这样子 如果超过五年的车子 选择奥衡修复的机率 是不是相对会降低 其实要看客人顾不住车子 但通常会来找我们的 他就是爱在这 他就是想要用不伤害的方式来修 这才是奥衡最大的核心价值 就是 无论是不是 考虑到二手车的卖家 他有可能就是单纯不想要再去烤主器 对 因为烤器有时候它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要三五天的时间 一是当天就可以搞定 我们可能当天就可以搞定 或严重一点可能两天就可以搞定 或者会怕色差 对 会怕色差 所以简单来讲 你下次可以拍个影片抖音 就是叫做小叮当的时光布 这边凹下去的时候 你先盖上起来 诶 打开 就好了 这就是奥衡修复 修复的概念 但是只是这样子讲好像很简单 其实它修起来很辛苦 花了很多时间 对 我等一下会工具伸进去 先把它推看看 那因为它现在这里面是中空的 所以在维修上应该困难 难度不是太高 唯一困难的是这条线 我要重新把它锁出来 会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这种奥衡袋修起来大概 修到完美可能要四五个小时 所以你会先用 用一点研磨器把上面本来有的锁膜 或蜡先清洁掉 增加它的那个 增加它的结束的 黏着度 黏着度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有个企划 要拿胶水直接敲猫 然后在你修 其实可以啊 你要飞踢也可以啊 但是变成就是 变成说你修完之后 要隔两三天再来前 就是我抓中间空檔 踢越凶 等越久 在看影片的观众就说 那你今天应该要飞踢一下的啊 你知道吗 怎么来个这么简单的 我怕你会很痛苦 我觉得是有点痛啊 自己来好了 所以我今天不敢提这个案子 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比较爆点 直接敲猫你知道吗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不然你假装拿锤子这样敲一下 好了 我怕我们 我怕我们飞踢太严重之后 他跟我说 没有办法修 我们就往出来错边了 飞踢会红喔 你知道吗 飞踢真的会红喔 然后想进去 马上硬的头皮都要把它修好 对修复好的就奥痕修复这样子 然后最后还是关于到原厂报道这样子 还 我的车子还是来了 这一期的制作费有点高 对 这一期的制作费有点高 奥痕修复 无法修复的奥痕 对 错误案例 请不要真的去这样对待你的车子 我们现在拿这种特殊的拉胶 先把它拉一部分 大面积的范围出来 好 好 它出来蛮多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用这种软胶的头去 把它大面积都做出来 其实它连上面都有套保护 对有套保护 过度挤压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折点 这个折点啊 我们到时候只能改善 就让它做顺 可是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 这个折点是 因为当初撞起的时候 它撬出来 对它撬出来 好它每次只要说改善我都放心啦 基本上奥远先生说改善就是没问题 尽力而无 它说 它说不行就是不行 对 它说改善 你要有机会基本上就是没问题 它只要说改善就是谦虚 好不好 这个基本上我们帮你翻译啊 我有它的翻译年糕 因为我认识它几年了你知道吗 我已经慢慢习惯了 一开始有点惊讶 麻痹了 这个人怎么都这样子讲话 明明就很棒了 然后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它推 然后记得就是不要一开始就从中间 有点聪明的 借轮胎的力去借力死力 对啊 我发现到自己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做杠杆借力死力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出力 有 还是有办法出力 我们可能就用传统的板筋的方式 里面顶一块铁下去敲 哦 你就照着这个线条 仔细看有没有有没有 哦 真的耶 我们就是看着那个线条 它的变化 然后下去做调整 好 敲一下 明明就要敲一下 明明之后就要敲一下 把周遭都放松 慢慢搞啦 哦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对 大致上就是这样慢慢弄 一直弄很久了 一直来回来回来回 一直来回来回 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样子 光是我们这样看 基本上已经有七成了 已经大部分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拍到这样子 你就可以 差不多可以散了 对 那就是留你一个人 在那慢慢弄 就慢慢搞 剩下时间慢慢搞 然后就待遇过场 这就是探索 一路去 大压力 就应该是将其他人 在这一段地方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的区别 在这一段时间 从这里 在那边 一路区别 好,我們今天就這邊,感謝奧元先生幫我們修復我們的葉子板 然後這個大家太忙了,所以不用介紹什麼店 對,他的聲音太好了,所以老闆說不用介紹什麼店 只要你喜歡我們這次影片的內容,我是寶傑,我們下次見,掰掰 據我認知,很多原廠就是為了求速度,他只有補過 我知道他可以拉出來,做整平的動作 可是很少原廠這麼將心 就是真的把那個氣動平,然後慢慢點,然後慢慢拉 很少原廠,歐式原廠會這樣做 現在大部分都叫你換掉比較快 可是有些板金像這個是主結構,這沒辦法換 其實還是可以換,這邊有辦法換,用切的 用切的,就是他原廠有只賣這個皮,大概在30公分這裡 切掉之後,這邊從切掉之後,直接切到 可是原廠這邊如果切掉的話,騙不過中午車行我覺得 騙不過吧,他就會說你這個有很大的結構 沒錯,很嚴重吧 很嚴重 你說他會用切的原因是不是因為現在車體很多是鋁合金 還是說他鐵件他就可以這樣 鐵件的話他就可以這樣切,而且其實鋁件也可以這樣切 還是他有錨的吧 不一定 沒有,現在其實鋁也是可以點,也是可以點 也是可以點 但如果主要結構像保時捷,之前有客人他狀況比較嚴重 他是那個結構是直接錨釘拆掉再從接上去 你連車廠都看不出來,因為他照原本的孔下去錨 哇,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剛剛好有那個地方有結構 所以其實現在給歐式車做原廠的板金也不見得不好 因為他真的會整平 因為他的整平 我們以往是覺得他沒有整平的鋪都補過去 那那鋪以後可能會久了會出問題 但是他是多餘的 所以他的工時算紮實 唯一的確定是他就不再是原器了 沒錯 這才是我們做AWN修復最大的一個點吧 就是我們想要保留這個原器 因為我之前他出車禍他就問我說 到底AWN修復還是要去烤器 然後我就說這個出車禍就在對方陪你 然後保險公司陪你 他還是回不去啦 所以不如用AWN修復 至少他可以回到蠻接近當初的樣子 對不對 對 然後而且原廠會一直跟你說 蛤,這個烤器沒有人在看那個烤器 到底是不是二手車不會看啊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說的還是 所以這部分AWN先生好像你有去烤那個 就是中午車的那個鑑定的那個鑑定 中午車鑑定 欸拍一下 因為我本來是在賣二手車的 喔真的喔 你本來是賣二手車的喔 我以前在車商上班啊 喔我等一下 我的工作 其實你很知道中午車廂 他今天在孤載車的時候怎麼做判定 對不對 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今天譬如說這一塊我們去做烤器 所以我想是看得出來 他會用這是控野錢對不對 會 會 但是單純只有烤器的話 如果這個車的單價沒有很貴 里程數又不是那麼的少 不是那麼的新 那其實烤器那還好 就還好 他不會拿著鑑定卡 如果你今天是很新的車 然後單價很高的車 那一片有烤過 就當作兩台車 一台有烤過一台沒烤過 那你是消費者 你要買有烤過還是沒烤過 當然是 心裡還是會割搭 當然也是會買眼鏡 還是可能多少還是會扣一點 當然 不扣也有可能 但是車廂就會拿這個當畫素來跟客人講 你知道我要少一點錢 這一定有烤過 他會故意要扣你的車 多多少少 因為他今天也不見得要跟Shack說 這個片有烤過 因為消費者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啊 但是如果這個烤器是在原廠烤的 那我們很有可能就插到他的紀錄 鑑定執照 我以為你是後來才去學 沒想到你是本來就懂這個東西 我本來就是做這個 那你這樣子很理解這一切的脈絡 然後才下去做All-in Show 因為我看你的影片 你說08年 然後學了10年 然後你跟你老婆 飛去美國 特別去學 老婆英文很好就對了 那你當初什麼契機啊 還不錯啦 很細心喔 對對對 就是你本來做中文建立 我跟你講這好賺啊 你這都很累耶 對這都很累 2007年那時候 一個外國人 就提一代工具 在車行拉生意 那時候我還在賣車 拉生意 拉生意 他們就 他就一個白人提一個袋子 像我用裝那個工具的袋子 然後跟一個會翻 會講中文的花人 我在猜他們應該是那個 學校的交換學生 然後來車行幫他們拉生意 然後隔壁就在喊說 來快來快來 快來看 阿董在講班金 我們就一堆車行人圍過去看 講班金 我從那時候才記得說 原來這個 在國外有人在做 2008年金融風暴 不是車行倒很多間嗎 我們老闆也就收掉 然後我還是對車很有興趣 可是賣二手車 又要那麼多的資金 我那要那麼多錢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事情 我請我老婆上網找 國外有沒有人在交這個 結果國外 好多地方有這個學校 1960年就開始了 所以很久 其實台灣那時候 比較少人在做 還是幾乎沒有人做 所以你是 後來你開始做之後 陸續有人看到你 才開始跟著去做 那他們也要 必須跑去美國學吧 因為台灣並沒有私事啊 所以他這個 其實他進出的門檻是點到 是不是 對 那現在 漸漸比較多人在做之後 有人就開始走教學 那你當初沒有想過要走教學 我記得你講過 講過一件事 就是說你很喜歡那種 日本職人的小店 然後對啦 記不記得 就是 有一次我去那個北海道啊 吃了一個龍蜂拉麵 裡面只有六個座位 然後看到兩個父子 很認真在那邊弄那個麵 然後外面很多人在排隊 我很喜歡那種 就是一個很精緻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 再來因為走教學 我當然知道走教學 可能收到的學費 一定比我修車來的多很多很多 但是我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教他 他如果沒有做成功 或者是 炸你招牌 後來就花了這個錢 然後就沒有在做這個行業 是 我會對他有一份虧欠 如果我教很多人 我虧欠越來越多 是 而且你知道我懂你的點 就是好像是我教你 我不知道你出去外面 到底會不會餓死 對 會有點對你 我是最擔心的 對有個責任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在經營生意是 我們經營的成功 不代表你可以複製我們的成功 是 如果你看到我成功 你就慕名而來 然後一堆人去創業 結果萬一七粒子散 破產了 好像那個 毒字蛋打點 對 對 那我們在當教的人 就會有點覺得 好像是我害了你 那我雖然我可怕賺到錢了 但跟我沒有關係 經營不好 對啊 所以衡量到這一點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就好好把個人做好 那有沒有人直接慕名而來 就是說要學 真的很多人 因為我很早做這個 然後2012年那時候 剛好運氣很好 遇到好幾次新聞採訪 採訪完之後很多人寫信啊 打電話啊 我老婆光接說要問說 要修理跟要學的 很多 可是我們還是玩具 因為真的 我都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很有興趣 那你必然要去國外走一趟 因為那個氛圍 我當下說真的 2012年那時候 我的技術還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精煉 所以我會跟他們講說 那你們國外跑一趟 然後學一下 其實現在蠻多人去回來之後 也都做得不錯 還有可能需要那個氛圍 那逼你 激勵你成長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因為有時候在台灣 你會很珍惜 對 我好不容易花那麼多錢 然後國外飛過去 機票然後 又去那邊有時差 馬上就要開始上課了 然後老師就講英文 哇他不是我的母語 很緊張 很痛苦欸 很痛苦欸 我那當下是真的 嚇死 時刻都很想乾嘔 很想吐 就很難過很緊張 那你說真的是很大的勇氣 去吐出這一步 不然還有是我老婆 幫我問多忙 那你覺得你的學神叫什麼 而且你講到一個重點 正常是一個月 但是那時候我們去 我們就 他知道我們 語言不通嘛 然後我們就拜託他說 可不可以讓我留在這邊擋渣 然後看你們繼續弄一點 你真的很用心 所以我就留在那邊大概三個月 超過時間 因為他更想要把這件事做得做好 他不是做 我看到一個外國人來台灣幫車行施工 那時候我是業務覺得很新奇 然後我就上網找這個東西 這個國外有這個東西 那我就去國外學這個東西 你去業務做不夠外邀請 我不如不要講 就有客人的車子 狀況不適合 被業者拒絕 慢慢開始有回本 曾經有時候一天 才賺三五百塊而已 從前拿著工具到處找生意 到現在自己租了個店面 每天都有莫名而來的車主 這個領域 台灣現在只有三個人 做出成績 奧行先生 從零開始的門外看 救他這麼一個 中文新聞臨床 採訪明文宣揚台北採訪報導